是,也不是,我想奥巴马参议员,他的确是鼓舞了世界上的很多人,不管他们是来自哪个国家,或者他们的背景如何,他也已经展现出来了,人民的运动的确是能够带来变革的,这个是很令人鼓舞,不管你是在中国,在德国,或者在南非,或者在俄罗斯。 在政府之间,你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在欧洲,他们对于共和党人是失去了信任,他们对于民主党人是有希望的,但是在亚洲就不一样了,在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的政府,还有新加坡的政府,他们对于民主党人都有一些关切, 他们担心他们可能更多的是采取保护主义,他们更多的强调人权,可能丧失了战略的大的,这个战略的利益,他们担心他们的重点不放在外交政策,而放在美国国内政策等等。 所以我想从政府的角度,对于奥巴马参议员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态度,他也许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应该做出一个姿态,来表示说美国对于亚洲的政策应该是一致的。 那么刚才有一个听众提到了三个联合公报,我想毫无疑问,奥巴马参议员肯定会延续美中政策这方面的一些纲要,比如说三个美中联合公报,当然还有美国对台关系法,这个是不会变的。 那么我想他和温家宝总理在通电话的时候呢,我想他肯定告诉了他了,我想这种的延续性肯定是会有的。 事实上也补充一下,刚才我提到就是胡锦涛跟温家宝都致电向奥巴马公贺了,那他们在内容中贺电章中也指出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就像你刚刚提到跟观众提到的,不断地加强中美两国的对话与交流。 那么我们讨论时间大概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最后一个问题,大概请教您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台湾的部分,我们看到最近在台湾跟中国之间交流不断地增加,包括了海协会会长陈寅林现在也到台湾去访问,奥巴马他对于两岸关系有没有一些他自己的主张? 他是支持或是说欢迎目前两岸所进行的这些交流吗? 做你的了解,跟我们谈一下。 是,麦卡恩参议员和奥巴马参议员作为候选人的时候,他们都是欢迎目前的海峡两岸的对话,他们也支持陈云林和马英九之间的这个努力能够加强台海关系。 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是,台湾人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得到更多的国际空间,所以明年的五月,联合国的世卫的这个大会将决定台湾是不是能够作为观察国员的身份来参加。 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最后期限,也就是说如果现在的海峡两岸的对话,如果不能够给台湾的人民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观察员的身份能够参加更多的这种世卫大会的这种机会的话呢, 那么马英九可能会丧失一些支持,就在他的这个台海关系上面,所以呢,奥巴马政府呢,一定要鼓励北京要做更多,不光是反问啊,开会啊,他要给台湾人民一些东西,这样的话呢,能够更积极,能够让马英九呢,能够在对北京的这个关系上面呢,能够有更多的资本。 那么但是北京可能担心的是呢,如果他要是给了马英九一些东西,那以后马英九如果败选的话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新台独的这些这个党派呢,可能会就有更多的资本,所以呢,就是目前的一个担忧,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对于现在呢,现在的情况是积极的,但是呢,在明年春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出台才行。 最后一个很快的问题请教您,你认为奥巴马他的亚洲智囊团会不会建议他很快的到亚洲或者中国去出访呢,去访问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 怎么讲呢,我希望啊,因为我是一个亚洲的问题的专家,所以他作为总统呢,他能够尽早的去访问亚洲,去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尤其这三国家。 但是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发生,我想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时候,他肯定会去,这是秋天的时候,希望在秋天之前,明年秋天之前,他能够早点去。 格林博士,谢谢您。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格林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说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部也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或者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发表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 下面就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的具体方式。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址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chineseatvoanews.com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谈了许多奥巴马对于亚洲的政策和立场。 事实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众呢,一整天也透过了电视现场转播,轻点目睹了第一位美国非洲裔总统的当选。 那么他们对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反应是如何呢? 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在北京,一些北京居民、学生、美国官员和普通美国人都观看了奥巴马胜选的现场直播。 驻北京美国商会主席詹姆斯·吉莫曼说。 美中关系将积极发展,我不认为会出现贸易保护主义。 新一届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他们必须和中国合作。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也在北京设立的模拟投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 而很多中国市民都是通过大屏幕兴致勃勃勃地观看美国大选的现场直播。 街头上有的报刊头条写道,经过漫长的竞选,美国选民行使了发言权。 奥巴马,奥巴马,奥巴马,他会把经济搞好。 在台北一家酒吧间,一群奥巴马的支持者也欢呼雀跃。 柯林·海伊斯来自奥巴马参议员的政治故乡伊利诺伊州,他已经在台湾驱逐了三年。 这次选举结果证明,我不是认为美国必须改变方向的唯一美国人,是的,这太重要了。 在韩国首都首尔,很多人也对奥巴马的当选充满了希望。 这两位奥巴马的支持者说,奥巴马肯定能帮助美国走出目前面临的一系列困境。 奥巴马是这个时代的领袖,整个世界为之欢呼,每一名韩国人都为可能发生的变革而欢呼。 在香港的美国人,包括这位居住在香港的美国华裔,也参加了这次大选投票。 我觉得让一位年轻有活力的新领导人入住白宫,领导美国,这是非常重要的。 星期三,亚洲股市也出现上扬,似乎显示投资者寄希望于奥巴马的当选,有助于扭转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困境。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今天时代谈的美国总统大选特别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还有更多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报道和印象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另外明天实施大家谈要云讨论的话题是国际社会如何看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欢迎大家到时候准时的收听收看。 我是凡东宁,祝您晚安,再会了。